这个女孩太美了 美到没有任何男人能拒绝她 美到所有女人都嫉妒她 美到有人想吞下她的肉 淋上她的血 杰西是个乡下小女孩第一次来到洛杉矶 她想出名 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杰西找了个摄影男友 让男友为她拍下了一组尺度颇大的照片 卸妆时 编女化妆师都被她吸引 甚至还主动邀约杰西去参加一场上流派对 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模特界的顶流姐妹花 或许是杰西缺乏社交 或许是她那天使面袍惹得她们心生气一度 姐妹花对杰西的印象并不好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杰西 因为她只要自己就能成功 翠日杰西来到洛杉矶最大的模特公司应聘 面试官甚至都没问什么问题 直接录取了杰西 还为她邀请了全国最顶级的摄影师给她拍照 这位摄影师技术无可挑剔 但业内都知道 她对模特却非常挑剔 长得不好的不拍 自己没心情也不拍 能被这位追求极致的摄影师拍照 是所有模特炫耀的资本 但看到杰西的第一眼她沦陷了 摄影师支开在场所有的人 让杰西脱下衣服 自己亲自上手为她上妆 金色神圣而又性感 这个造型完美地勾勒出杰西身上每一寸肌肤 这组照片必定引爆市场 另一边 化妆师把摄影师单独为杰西拍照的事告诉了姐妹花 本就没有好感的两人 这下更是愤怒不已 巧的是第二天的模特示范 杰西和姐妹成了竞争对手 自己那么努力 没被选上这个刚来的乡村姑娘 却一眼被设计师看上 妹妹气急败坏 在卫生间里泄愤 杰西闻声而来想要安慰妹妹 却被玻璃划伤 看到杰西流血的手掌 一股邪念在她心里滋长 之后的时装周杰西频频亮相 设计师为她设计了专属服装 还让她作为压轴出场 阴影下的杰西像是变了个人 那种天然的清纯早已消失不见 在观众的欢呼中 那种高傲冷艳欲发浓烈 人气和财富疯狂增长 杰西终于实现了她的梦想 在这个物欲的世界活成了人上人 晚上 杰西听到隔壁女孩惨叫 她害怕地打电话给化妆师 化妆师将杰西带到自己的别墅赞助几天 奔向着化妆师可以安慰自己 但没想到 她竟然对自己动手动摇 一股从心底涌出的恶心 让杰西推开了化妆师 让人不欢而散 郁闷的化妆师来到挺师房 她挑选了一句最像杰西的尸体 然后为她画上妆容 接着 再次回来 看着高高赞上的杰西 她在那诉说自己独一无二的美 但杰西没想到化妆师带来了姐妹花 三人对她围追堵截 最终一把将她推进空荡的游池 鲜血在池底漫开了花 杰西就算死了 也还是那么美 三人不顾眼前 他们残忍地分拾了杰西 并将杰西的血涂满全身 希望这样可以吸取杰西的一丝美貌 哪怕一点也好 果然姐妹花一路高歌 抱红模特件 连那位顶级摄影师都来邀约 两人拍照 但意外发生了 姐姐拍照途中感到不适 吐出了杰西的一只眼球 两心不安的姐姐最终选择了自杀 但妹妹却拾起那颗眼球 吞了下去 这部霓虹恶魔剧情一般 但架不住模特和镜头实在太美 色彩灯光 被导演玩到了极致 这要是拍摄MV 应该会比电影高出不少 电影结束 那本期就到这里了 我是老娜 关注我吧 每天讲故事给你听哦